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声乐艺术的道路上唱下动人歌声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规避人生 带您去感受歌唱家们的无限魅力 有人说蔡琴的歌中藏着无数的往事与回忆 一个个娓娓到来的故事或深情或诗意 那是她全部的情与爱 她的歌声就像一杯岁月的美酒 越是久远 越是香醇 既带有一种古典的浪漫 同时又蕴藏着一丝优雅的感伤 让人听后不禁沉醉其中 夜色茫茫 朝四周 天边 星月如沟 夜色茫茫 朝四周 天边 星月如沟 Mond空无处之心就像一路 yang slowly쓰 我想过温陀佛山 星月如沟 或是星期间 星月如沟 ост的日 lamb 留下节目��는 life of love Zither Harp 周朝寂寞宁静 车上寒灯光不明 伴我独坐口鼓鼎 人隔千里 无音讯 余带遥吻 终无凭 今明月待传心 既我偏执而未离净 1979年 年仅22岁的蔡琴 因参加歌唱比赛踏入歌坛 随后获得了录制单曲的机会 这首歌曲正是日后 红遍大江南北的 恰似你的温柔 当时许多歌手与她竞争演唱这首歌曲 为了凸显自己的特点 蔡琴将歌曲的音调降低 速度变慢 经她低沉浑厚的嗓音演绎后 立刻吸引了歌曲作者梁洪志的注意 当即点名要求 由蔡琴来演唱这首歌曲 恰似你的温柔发行后 很快便广为传唱 这首歌曲的成功 给了蔡琴很大的信心 也让她在中国台湾音乐界 声名雀起 没有哭泣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到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世界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她淡淡的爱 让她好好的去 到如今 脸浮一夜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 怀念从前 但愿她 爱风爱气 只为那浪花的手 恰恰你的温柔 到如今 恰恰你的温柔 连终一夜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 怀念从前 爱恰她 爱风爱气 只为那浪花的手 恰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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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 中 森林她一匆匆 我照顾到她的心中 只看到了树摇风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她一匆匆 我照顾到她的心中 只听得那南平晚中 随风飘送 她好像是翠牙翠在我心看中 她好像是翠牙翠在我心中 她催醒了我的相思梦 相思有什么用 我走出了匆匆森林 又看到了西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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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匆匆地走入森林 南平晚中 随风飘送 她好像是翠牙翠在我心看中 南平晚中 随风飘送 她好像是翠牙翠在我心中 随风飘送 她催醒了我的相思梦 相思有什么用 她走出了匆匆森林 又看到了西洋河 又看到了西洋河 1981年蔡芹发行专辑《你的眼神》 取得了不俗的销量成绩 1983年她在香港举办个人演唱会 首创台湾歌手在香港 举办歌唱的先例 在众多光环的加持下 她开始进入歌唱事业的黄金期 许多人都感叹蔡芹对旋律的掌控 和对歌词的理解 有着自己非常独到且细腻的表达 听起来总是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可鲜为人知的是 蔡芹此前并未学习过声乐 唱歌其实比较自然天成 后来唱反而是唱到第八年 开始我去学 但我学学学 学了一年 我的老师是个男老师 男的声音老师 他叫我不要再学了 为什么 他有一天说 蔡芹在唱低音给我听 我的高音就越开发越好 而且我的声音唱大声前是男高音 不是女高音那种 废口量很大 再听低音不见 他说你不要再练了 因为你最卖一切的就是你的中低音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那感觉如此神秘 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 而你并不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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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言不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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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天地我满心满心 大家好 我是货真驾石的蔡芹 我们一起在这里 把今年的中秋点得亮亮的 好不好 好 谢谢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那感觉如此神秘 你 不禁抬起头看着你 而你 并不录痕迹 虽然 不言 不语 叫人 难忘记 那是我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啊 有情天地我满心欢喜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啊 有情天地我满心欢喜 今夜还吹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也不是无影踪 只是想你太浓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摸 爱的路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次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分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分 有人说举办演唱会的歌手有很多 能做到从头至尾全场大合唱的 却寥寥无几 蔡琴便拥有这样的号召力 出道多年 她早已举办过上百场演唱会 但为了对观众负责 每一次演出她都会全力以赴 如果我现在一共唱了五十场演唱会 你要成五倍 事实上我是唱了两百五十场 因为每一场我倒排演四次 三次是在录音室 一次是在现场 再来一次就在你们面前演的那场 不管我演了多少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到一处 比如到了北京 等一下到了南京 待会儿到了哈尔滨 那边的工作人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陪他们 否则我的观众 每一个人是兴高采烈地走进来 你们的眼睛都是发亮的 你们买那张票都是期待了很久 所以对我来讲 两百五十场又怎么样 对您来说 那是你的第一场 所以我绝对不可以让你失望地回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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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